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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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悟者也仅有他一人 叶藏知道 但叶藏不畏艰难 不惜此生 但求要道有成 愿望圣丹残壁参悟 以报宋姐姐知语之恩 知语之恩 此外 叶某还有一个心愿 圣丹残壁 原本是丹西宗圣物 隐藏这群药道奥秘 眼前这块 乃我血西宗先辈 在万年前夺得 大长老 是大长老 大长老 是抓风大长老 叶藏 他们在这儿干嘛 成功引起关注 看来让宋经瓦护法是对的 这段时间 叶护法会在丹壁感悟 你们休要打扰 是 感悟还要独占啊 你有本事请大长老出面 你也可以独占 居然清场了 观众全走了 不好办啊 叶藏 我可是借你决心上进 才破例答应护法的 Object 我真不合得 还真不合得 你 这儿 我真的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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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 这儿 这儿 可是 还没有人 我早已不吓 我就不信了 我 現在,沒人能打擾你參悟了,所以你最好,別讓我失望。 宋姐姐放心,夜葬必定不負使命。 護法感悟,大賈老反而為他護法? 這夜葬好大的牌面啊。 陳觀眾沒走,我得抓緊表演。這次要好好利用這單臂的奇蹟,製造感悟假象。不然夜葬要道忽然變強,會遭人懷疑。 首先,為了真實,必須讓他們見證我的刻骨專注。 看來,得下點血本了。 那個夜葬一座就是小半個月,你說他到底有沒有看出個啥? 一萬年才出一個血真人,哪兒是嗎? 中鋒護法聖誕殘壁趕悟,宋大長老親自護法。 居然能請動宋家那個大長老? 夜葬是怎麼辦他呢? 又是他? 這裡面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堂堂中鋒大長老,居然親自去為他護法。 現在已經鬧得全宗皆知,咱中鋒的臉都快丟盡了。 本座李賢下世,何懼人言? 小姑,你不會真信這個騙子吧? 夜,夜葬火法大! 你,給你,你, 這肥子可是我糟糟要炸了的! 讓我去! 讓我! 整個人都,服起來了! 這種神奇的情景,難道是敢悟我? 天哪 居然还有人能感悟 而且只花了半个月时间 灵力消耗得太快 快到极限了 是时候来个华丽的表演 熟熟了 那是什么 好像闪过什么人影 是我眼花了吗 胆壁里有七角 这 这是我 我的肉身 到底怎么回事 这里好像是 丹壁内部 好个星云流水 以及喝手的功勃是我 冰银花 好干脆的动作 好别致的手法 这幻象正在提炼药草 都好几个时辰了 业葬怎么没反应了 我看啊 他就是装神弄鬼 他故意弄这么大阵阵 护谁呢 他真有那位 丹壁早就出大动静了 你们可以看 小姑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小姑 这业葬 能逆血繁足 补天之法又惊人 奇妖到天赋 连丹壁都有如此反应 惯他状态 确实入定无疑 且丹壁正是惊天 莫非 真是传说中的感悟 奇了 火结草还能这样处理 他想的药草都毫不相关 甚至有的药性相克 连处理方法 操作技巧 是闻所为闻标新利益 但却 精妙无比 这药道造诣 和我在灵溪宗所见的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这是一种 无比高深的境界 成品 竟然不是灵药 三弼 三弼是什么情况 这依然超越正常的干过 像叶丧这样的人 居然会在名气神默默无闻 难道真是后继薄放 快快看 异象 天生异象了 点击记录 八千年前血阵人感悟时 也曾出现过这种滔天清光 叶丧本就会炼药 如今又得感悟 若是成功 说不定多年后 我血系总会再得一个炼药大师 中风大长老 不能君丸听令 离极为业造图法 任何人不得打扰 独有违反 格杀勿论 君丸得令 这幻象所炼的 是一种凝聚一切所需要力的 草木之丹 炼药之前 先炼草木 以草木之变 炼万物为丹 以天地为无敌 以万物为残物 面花浑种 作造化之丹 则世间积极 为我所有 叶丧 快把这弹扶下 叶造 醒醒 叶造 传 传承 宋绝贤 宋绝贤 我没辜负你 我也得到丹西松的传承 丹西松传承 你还是先别说话 你敢无需好甚大 炼药 炼药 丹西药到 果然玄妙 我要吃炼药 疯了 天地炉顶 万物草木 念化浑种 这三种神通 想不到 丹币传承 竟能助我参透 寒门药卷第一页 这下练出四节丹药 只是时间问题 很快 我白小唇 就能成为举世宠目的药师 猫妹打扰 丹葬大师 老祖给您的赏赐 晚辈送来了 请过目 赏赐 老祖吩咐我等加急送来 妄能助您 尽快掌握传承 这都是从各封搜罗来的顶级药材 四百多年的火龙参 稻鲜花 地缺岩 幽冥根 生长了七百年的太摩叶 还有百年才一节的天机果 苍天 全都是最顶级 最稀罕的药材 紫蕴龙黄山 磨心草 仙灵果 乌蛇蓝 喜谷花 您请看这边 墨叶莲 全是丹西宗制造的顶级单禄 这也太阔气了 列藏大师 这些只是老祖赏赐你的第一批物资 其余的 弟子稍后会陆续送来 我爱老祖 我爱血腥兽 我爱烈鸭 我爱谁呀 我爱谁呀 我爱你